今天可能是我们在贵州旅行这么久以来 过得最充足的一天 告别了几位车友后 我们从高档古载离开 本想直接前往距离黄果树 10公里外的一个野瀑布 据网友所说 那里能感受在黄果树 无法体验到的壮观 但是呢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我们就已经被眼前这一幕给震撼到了 是不是很壮观 超级壮观 那里还有两个大字 观岭 现在我们到了观岭县了吗 大家好我是七哥 这个是河大路 我们呢今天早上刚从那个镇宁那边离开 然后到达了这个关岭 本来我们是打算去滴水滩瀑布看一下 有车 然后呢经过了这座大桥 这座大桥是霸凌河大桥 非常壮观 中国桥梁看贵州啊 对中国桥梁看贵州 这里有一个观景台 然后他们呢前面还是有一个 凤级啊 什么景区来的 可以到前面那个景区看一下 对吧 中间那两根蛇就是蹦极吗 还是怎么样 我感觉应该像 中间挂有两根蛇 一根蓝的 一根红的 是不是用来蹦极的 但是人怎么到那边去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平台来看这个景色 真的非常壮观 不管是桥也好 还有这边的山 还有前面那两个大字 观岭 其实我感觉贵州好像每一座这种特大桥都会建成相应的配套 景区配套 看这里有个游客中心 可以从这里坐电梯到上面 然后走路 走到大桥中间去蹦极 你说 敢不敢试 我不敢 敢吧 来吧 不敢 试一下 好重吧 这个角度 现在我们在爬山 又要到达去滴水滩沿途的第二个景点 这个地方就比较有意思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将近靠近山顶的地方了 我们是从刚刚那个巴林河大桥过来 本来是想去滴水滩的 有位本地的大叔 跟他聊了一下 他说这边还有个红崖古迹 然后我们就爬上了 然后我们就爬上来了 还有很远的 还要往上爬 今天本来是打算前往秦龙了的 然后从镇宁到关岭这边 沿途就有很多很多的风景 像巴林河大桥 滴水滩瀑布 还有这里 红崖天书什么的 我们都不太想错过 所以我们就爬上来了 对啊 来都来了是吧 不看 不看白不看 这家视角真的很好啊 大家看一下我们身后的山 桥就在这里 身后的山 真的非常壮观 还有巴林河大桥 痛苦兵快乐着 我们现在到达这个红崖天书的位置 这里有三块大石头 都雕刻有这种文字 这个不知道是文字还是图案 总之呢 就是从古代遗留下来的 据说字节还没有人去能够解开它 然后呢 刚刚那个大叔 我们也聊了一下 就是可能是当地也有个说法 就是说能把这个解开 就有金钱奖励 一百万的奖励 一百万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就是听说 我试着解开一下 那你解吧 我就怕你烧了你那个CPU我跟你讲 这是一块极为神秘的古迹 石壁上的文字图案十分怪异 在过去的数百年岁月里 无数的学者登山而来 想要破译出其中的含义 但直到如今 也未能有人真正完全去解开 这些文字图案里蕴含的信息 以至于世人将其称之为天书 在我们到达山顶不久后 一位老者也登上山来 你们肯定想不到 这位年纪已过八十的老大叔 竟然只是因为 在某本书上看到过这个地方 就从很远的地方跋山涉水前来 爬山这座很多壮年人 都不愿意攀爬的山峰 回家研究一下 这个听说还没有人能翻译得出来 是吧 没有 是吧 对 距迹为止 没有人能够 中国地理的那个疑问上 你密码是什么 密码是什么 快点解开 我帮你拍 一 三 二 四 五 六 马上拍 等一下没电了 眼睛看不掉 看不见了 我多拍几张给你啊 因为你手机没电了 马上要关机了 走了走了 没什么 是吧 就这几个字 爬那么远过来 阿叔我看你走从很远就走过来的 是不是 是 你从哪里走过来的 我从那个桥那里 哦 你是坐车到那里 然后走过来 是不是 对 坐车来的 嗯 老板我们也走了 我们再去地主堂海军吧 去 三个地方全部逛 嗯 你们 是什么地方 我们啊 我们也广西的 广西的 哎呦 哈哈哈 广西来这里 对对 我们是广西 84岁 啊 那里身体还可以哦 还可以爬那么高的山 可以 要经常出来走走才才可以哦 是吧 经常走 我经常到山崇去旅游了 你还到甘肃去了 嗯 去走呢 是回去还是怎样 要回去了 回去 等一下我送你去坐车吧 可以 我送你去坐车啊 那我们的车 我先送他出去 可以啊 可以送你一下 走路也要走两公里 我们待会还要来这里 嗯 还来这里 我们还来这里 那里飞行呢 没事没事 你上前吧 没事的 没事的 我们待会是往下面走 嗯 对 没事的 因为景区 距离乘坐巴车的地点 还有两三公里 我们打算先把老大叔送到车站 再转回头去滴水滩瀑布 我们今天本来是想去滴水滩的 没想到 一站又一站 看了一个又看一个 其实我感觉在贵州这边旅行 挺有意思的 嗯 这边有些东西很壮观 有些东西又很美 有些风景 有些地方又很神秘 就是探索未知的那种感觉 特别特别有意思 而且我感觉在这边遇到的人 也挺有意思的 像刚刚那个阿叔84岁了 还跑出外面旅游 还是一个人爬到那么高的山去看那个天书 就为了去看一下 他就是为了在那本书看见过这个红鸦天书 然后他就过来看 80多岁了 还跑过来 挺好的 那我们还去滴水滩吗 嗯 也可以去 那就去吧 嗯 离开红鸦天书 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这一天啊 我们无疑是疲惫的 但也是充足的 未来几十个日子里 我们还会停留在贵州 继续看这里壮观美丽的风景 认识更多有趣 执着的人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呢 这个瀑布啊 高度是410米 比黄果树瀑布还要高六倍 六倍 对 棒棒棒棒